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王一博资讯 王一博一出来 那就是热度集中地 一件白色印花衬衫 直接干掉了卖家秀 清新淡雅 更是穿出了自己的品位 没办法 王一博这个九头身比例 挺拔的身材 精致的五官 行走的时尚哀款 天生励志 百雀灵见面会 可谓是一场双向奔赴 王一博还是一如既往 我就是我 昔日他还保持自己那份酷 如今自己都不爱搭理了一样 随性而畏不说 还越发松弛 不会因为下面有粉丝在而刻意 反而更轻松 出席完见面会的王一博 马不停蹄赶回北京 打工人的一天 就是这么紧锣密鼓 一刻都停不下来 在回北京的路程中 王一博的穿搭可是众人的焦点 一个热搜词 王一博秋日穿搭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正常的穿衣而已 浑身都是广告位 自己代言的 想着分一杯羹的 都是因为一点 王一博穿衣就是卖点 哪怕再看不上眼的衣服 哪怕价格多昂贵 凡是王一博这么一穿 就有人穿 这就是他的价值 你不得不承认他的厉害 王一博穿衣 还是挺有自己想法的 回京的那搭T恤成了亮点 各种叽叽歪歪的声音 此起彼伏 因为上面的图案 让不少人小作文走一波 不过是因为上面有一雄鹰 这是人家漫画师的作品 结果就让某些人开始脑补 各种奇奇怪怪的事出来 着实好笑 你们怎么不上天呢 不过我挺服气王一博的 这个男生经得住这么巴拉 着实内心坦荡荡 手机屏幕都被扛着八倍镜的人 给你把画面整出来 你们是真的扭 上次手机壳破损被网友扒拉出来 品牌方连夜寄过来 三十多斤的手机壳 一时间网友都笑掉大牙 这是准备让王一博 开辟新副业的节奏 手机贴膜嘛 这次看下来 估计手机膜是换了 还如此清晰 看起来品质不错 品牌方着实靠谱 点个赞 不能总是这么欺负咱们王一博 各种扒拉着 说到底还是因为 王一博内核足够强大 没空在乎你们 他在飞速前进 也在丰富自己 专注于自己喜欢的 才不会在乎外界的琐事 看他玩游戏 还是那份认真 也会宠着粉丝们 秉持自己的原则 也会知道你是为了他而来 一再退让 给足你们需求 配合度挺高 外表你是酷酷的 内在却是一个柔软善良的孩子 很开心这次王一博 没有拘谨不自在 因为他没啃手指 而是盯着粉丝玩游戏 超认真的当裁判呢 见面会这次可是福利放送 一场接着一场 整完了百雀灵 接着就是临世家具 这个准备的很充分 连续六段篇幅讲述 与王一博的邂逅 用心的程度 自然给个大大的赞 有没有发现 王一博是一个做事 他是本分 追求品质的人 跟他合作的品牌方也是如此 在细节上 品质上 调性上 都在一步一步的网上提升 行走的人行手办 穿什么都能穿出 王一博的特色 你们可以脑洞大开 各种梦幻联动 可是请给予尊重 玩笑娱乐适合而止 一心岂能二用 专注点 忠于自我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王一博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打框